大家好我是DJ阿兆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世界遺產之一的日本白川鄉 白川鄉是位在灰陀地區的 那這個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就像照片當中的就是河掌村 螢幕看到的是大型停車場附近的一個景色 下了車之後大家會先上廁所 當然也許有些人會先拍拍照 那現在看到的建築物就是廁所 玩自拍的阿州 好的這是大型停車場 大概就是規律的停在這裡 那附近的積雪還蠻多的 上完廁所之後就走過這個吊橋 先走一個斜坡上來之後才能上到這個吊橋 那走吊橋的時候會感覺在走過吊橋 它晃動的程度並不會很晃 在橋上拍拍這邊的景色是非常好的一個地點 所以說你會看到很多遊客就拿去收集阿 就開始拍 這是我停留在這個吊橋上面所拍的一個景色 給大家看一下 四周圍都是一個高山 它正好這個河掌村呢 它本身是正好在這個盆底上 那你看到這個河川還是還沒有結冰 可見這個雪並不是像想像中那麼大這個戶蓋 在橋上稍微停留之後就慢慢的往前走 就正式的要進去河掌村裡面走走逛逛拍拍照片 走進村莊馬上就感覺到北國的風情 整個積雪 整個積雪 顧蓋在這邊感覺非常非常的美麗 加上有太陽的陽光照射 感覺空氣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晰 好想在這邊多帶一點時間 所以說就往村莊裡面多走走逛逛 在前面不遠處呢 可以看到這個山頭啊 它雪並不是整個顧蓋的 只是現在看到的雪都是先前下的 那這雪還沒有下的感覺 這邊一個告示牌 白川巷 看到這裡呢 會有讓我想到 我們在台灣幾乎好像沒有像這樣的村莊 整個都下雪 偶爾會遇到 霸王寒流 北部會下天雪 但是住在南部的 我們是幾乎看不到雪 這個店家也很可愛 他在賣的這個商品 就是直接有塑料做的 直接呢一夾 夾起來之後就成型 就會成一個什麼 白色的小鴨 那因為他在賣這個商品 他就直接在他店 過了小走道之後 在這個白色 就做了很多小鴨 很多遊客也蠻好奇的 就在這邊拍攝 做完了 收工了 要走進去了 可以看到他的店家 就正好在左手邊這邊 賣的商品 也就是一些紀念品 還有剛才看到他 也有在賣這個 製作小鴨的工具 要是一種的 商品 是一種的 這間店的商品 會不會出現 要是一種的 製作小鴨 也會不會出現 但你會不會出現 在這間店家 也會不會出現 要是一種的 打開 但是你會不會出現 可以出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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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幾天逛到現在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比較適合 遊客來走走 那現在看到這邊是我們在 換三腰的餐廳用餐的時候 我同時在這邊拍攝整個合唱出的情形 希望你會喜歡 以上是DJ阿州在白川縣 所為各位拍攝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好歡迎幫我按個讚 同時開啟小鈴鐺以及訂閱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更多的東西繼續拍攝影片 希望我們還會在影片當中 與你相見 我們後會有趣